最近大家的朋友圈都被祸香蒸汽水碍又可以湿疹,这样的文章刷屏了,究竟祸香蒸汽水湿疹是否靠谱呢? 祸香蒸汽水是常见的忠诚药,具有结表化湿、笔气和中的功效,主要用于外感风含、内伤湿疹,祸下伤属湿所致的感冒。 由于其配方药材中多有结表湿疹的功效,又是水质剂,因此很多人就与湿疹联系在一起,认为祸香蒸汽水可以去除湿疹的病液,皮肤表面的湿疹,从而提出祸香蒸汽水可以湿疹这一假说,不得不说,这样的理论是断端取义,并违背中医辨证论制的思想的。 施疹按中医分类,主要分为施热病重,血虚风噪和皮虚施疹三型。 施热型患者主要表现为体型肥胖,皮肤油腻,使着板腹发作,孕热加重,发作时局部洗凉。 患者常有烦躁,口粘腻,大便粘质等表现,血虚风噪型患者常常体质较弱,面色不滑,施疹局部臊痒,抓脑后一出血或脱血。 如果女性患者可能有约尽量上色带的表现,皮虚施疹的患者常常变现为胃口签加,容易反胃,打便偏稀,湿疹处抓脑后常常渗出液较多,综合以上分类。 或香症气水外用时仅仅适合皮虚施疹的这一种类,由于或香症气水的药物偏遇造热,因此湿热型的湿疹是不宜使用的,而血虚风噪型患者也应使用。 此外,由于或香症气水的致气中含有酒精,而湿疹患者的皮肤常常较一般人敏感。 因此,即使是皮虚施疹型的患者在使用,的时候也应注意,如果对酒精过敏则需停止使用,以免加重病情。 民间潮流星偏方致大病,但如果偏方用的不对则可能延误并加重病情。 或香症气水虽然是好药,但其有自己的失应症,不可物诱或者滥诱。 用户可关注中国家庭报关为Longwaterating Body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